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向前衝 這個禮拜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放中秋節 結果大家都擔心說 有沒有所謂的中秋變盤 今天節目當中 好好帶大家來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真的有所謂的節氣變盤嗎 那今年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另外還要帶大家來挑股票 我們從美股當中看到了 最近兩檔個股非常的特別 一個就是蘋果的股價 蘋果股價一路的創高 但是卻遇到了iCloud事件 好萊塢這些漂亮的女藝人 怎麼衣服通通被脫光光了 手機裡頭照片通通流出來了 讓大家有點擔心 蘋果的股價也受到影響 國內的蘋果股會不會受影響呢 還有一檔個股就是Tesla Tesla的股價不斷的創歷史新高 那麼也帶動了臺股當中的 所謂電動車概念股 我們要怎麼挑呢 另外今天還有一個主題 要帶大家來挑股票的是 我們要從營收的角度來看 有沒有那種八月份九月份 營收還會持續創高的個股 我們現在優先來佈局呢 今天的精彩內容 你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首先先來介紹 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資深分析師 馬季強 馬老師你好 還有介紹的是俊榮投顧的分析師 郭哲榮 小郭老師你好 至於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 還要介紹的是資深分析師 這個是謝培育 培育你好 至於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就要請 這個三位來賓了 我們這個每個禮拜 一定要帶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下一個禮拜你怎麼看 有沒有所謂的中秋變盤 我們請三位專家幫我們舉舉牌 好不好 有中秋變盤嗎 下個禮拜你覺得好或壞啊 小郭老師你不要舉是意思 沒有什麼不舉 我有舉 好 請馬老師讓我們看一下 舉了一個悶 其實嚴格講 我使得悶就是說 你要把個股跟大盤 去做分開去看 在個股裡面會很多不同的調整 所以在這邊以操作上 一個不小心 很可能大盤你是賺了指數 但卻會賠掉價差 所以剛剛至於提到就是說 未來在整個營收的成長條件 就符合我們之前已經跟各位說過 這個我們的這個金管會主委 曾明宗說到穩健樂觀 張生河部長也說穩健樂觀 所以投資朋友們一定要注意到 穩健的前提是有賺錢的公司 那再加上後面營收會成長的是重要關鍵 那在下個禮拜我跟各位講 整個大盤來看的話 第一個急功是賣短 你不要一看急功的話 你就去認為去做一高不要 為什麼 因為已經 迫近到前波9593這個高點附近 這個地方的套牢量 目前以這種量是供不上去 但是同樣的 現在這種量要往下跌也跌不深 所以往下跌的話 基本上會有支撐 尤其可以看到時軍 月軍 還有季線 都是扣底在相對的低檔 所以基本上在過完中秋節之後 第一個注意到 八月份營收要開始公佈了 要特別注意到 之前被高估的 如果八月營收出來不好 最明顯像一家 那天突然間砰 就一個跌停板 之前被高估的公司 再如果八月份不好的話 可能就要稍微謹慎小心一點 好 所以就是怎麼樣 總共一句話業績很重要對不對 好 那剛剛來一度不舉的 小郭老師 不是 你到底要舉什麼給我們看一下 你舉哪一個 舉這個葉 這個台股會往上 是 那我要跟大家講稍微看一下 我去這邊看一下 這個盤式的走勢 為什麼 因為其實用一個 用一個線圖就可以很清楚了 像禮拜四的時候有沒有看到 這個量其實是在縮著 五月十一號大概在這邊 這邊有沒有看到 剛好最低量 你自己對 有沒有 這邊 我對的不好 最低量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把它去掉 沒關係 這個拉起來 所以這整個這一段它是這樣長 長大概八百一點不多 八百一點其實很多 對 投資朋友 所以它是五月二十一號以來的一個 最低量 所以這一波 其實今年以來 幾乎是一個窒息量 反而不是窒息反轉量 它反而是一個 會噴出的一個量 所以 投資朋友你不相信 就是再來看一次 我們再把它拉近一點 拉這幾根K線就好 越近越好 越近越好 好 這邊的量有沒有看到 是最低量 是 有沒有 這邊的量是最低量 所以讓縮的時候就來到低點 剛好八月十八號的時候 台股打第二隻腳 很多人都以為台股慘了 那一天空單還約來到一萬五千口 今年你反而要反得住 像其實從去年到今年我發現到 大概空單在一萬六千口外資的時候 反而是一個好買點 在這邊窒息反轉量的時候 反而是一個好買點 所以其實我認為離低點不遠 不過投資朋友注意一下 其實我發現到一個比較特別的事實 在這邊其實就大螃蟻下禮拜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噴出 除非他還在持續量縮 那可是問題是說 下下禮拜過後 結算過後反而注意一下 因為這邊台子期是正價差 可是摸台子是逆價差 如果兩個禮拜後 其實有在發我的通告 我再跟大家講這怎麼走 好非常謝謝小哥老師 但我們來看 大家說從量能的部分來看 不過繼續 我們要請教一下培餘樂 這個培餘業 特別幫我們準備了一張資料 但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資料我們要怎麼看 其實很多圈圈 培餘特別幫我們做出來 這圈圈都是以前的中秋節 對 這個是我們從2001年到2014年 我們這個13年以來的 相對的中秋節 它都發生在什麼時候 我這個畫圈圈的地方 就是中秋節的位置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在這個畫圈圈的位置 只要是前一個月 中秋節的前一個月 它如果是上漲的走勢的話 隔一個月 它可能就會做一個修正 或是在整個漲勢的過程當中 它會做一個停止的動作 但是如果說它是下跌的過程當中 譬如說 我們舉這個2001跟2002的中秋節 前一個月其實都是大跌的 但是隔一個月之後 就會開始進行反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只有2007年跟2008年 那是金融海峽前後 各一年的狀況之下 它前一個月是漲的 後一個月也跟著漲 或是前一個月是跌的 後一個月是跟著跌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 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說中秋節是9月 8月是什麼 8月是漲的 所以短線上來講 或許會有一些這個 比較壓回變盤的一個壓力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另外一點是什麼 另外一點是 它的趨勢是不會改變 它只有隔一個月或隔兩個月 或許趨勢上會有一些停歇 但是趨勢不會有所改變 所以短線上或許在這個9月份 這個會有一些震盪 在高點的部分 那看就是10月份 10月份之後 營收的相關表現 它就可以決定 這個台股未來的一個變化 對 哇 培育幫我們整理的 這個資料真的很珍貴 其實我們看到 大家每次都講中秋變盤 但是這個變盤 好像都是一下下的事情 對不對 大概是一個月 就是停滯一下 但其實它的趨勢是不會變的 對 趨勢是不會變的 好 所以這個是中秋變盤 大家以後這個有點概念 好 那麼繼續呢 我們就要進入今天要帶大家 來看到的主題了 我們要帶你看到的是 從美股對回台股 一些相關的概念 到底怎麼走 我們首先要帶你看 這個Tesla跟蘋果 他們的股價怎麼樣牽動 在台股當中相關的供應鏈 好 我們先來看到的 就是Tesla Tesla電動車跑真快 不斷地往前奔馳 這個股價也是一樣猛踩油門的 我們看到這個Tesla股價 他一路的往上攀高 而且我們看到9月2號的時候 創下了歷史的收盤新高 而且我們看到了 其實從他一路到這裡 他的漲幅狂漲了88% 接下來還有好消息 我們看到了9月2號歷史新高 是284塊錢美金 但是在國外 我們看到了這個外資券商說 他的股價有400塊錢美金的實力 400塊284塊 400塊284塊 還有好大的空間 再來他未來在中國大陸 也非常看重這個市場 在中國大陸跟中聯通 他們要合建400個充電站 同時他也在美國的內華達州 要蓋超級電池工廠 所以接下來的Tesla 將會是話題不斷 好 那麼如果電動車概念 話題不斷的話 那國內的這些相關題材 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先請馬老師 帶我們來這個挑挑個股 我們來看到這個 從電池方面來挑個股 馬老師挑到這兩道 我們這樣講 剛剛志宇已經提到 Tesla股價創新高對不對 大陸的比亞迪也創新高 那我認為這邊注意到 Tesla雖然跟中聯同合作 但是我認為比亞迪的潛力 絕對不可忽視 所以我這邊盡量挑選 在這兩個都能夠受惠 為什麼各位注意到 因為各位注意到 有沒有在七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就是 這個習近平跟這個 德國的這個Maker 大家簽了一個合約 什麼合約知道嗎 就是把兩個國家 對於電動車的規格 去制定出來 原本Tesla在中國大陸 去降價做銷售對不對 訂單也滿沒有錯 但是可以看到 中美的貿易戰之後 事實上可以看到 在這個中國跟德國的 拉攏條件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比亞迪事實上可以看到 它的股價跟Tesla一樣 同樣是創了一個新高 都是在創新高 所以電動車這一塊 其實是未來整個發展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從這邊 我們跟各位報告 兩檔股票 我們的這個 馬老師出來 但我們看到這兩檔股票 我們稍微 待會兒邀請馬老師 幫我們解釋一下 它的線圖表現 康書這個大家都會說 講到Tesla 就是想到它對不對 第一檔康書 大家曉得 它第二季獲利的 一個激增率是 來了百分之五十八點九 那營益率是創了一個 七個季度的一個新高 產品線在這個下半年 會逐漸的往高 就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你至少在上半年 有賺錢之外 下半年還能夠成長 那康書下半年能成長 當然主要跟Tesla 還是有關係 但我認為大家 剛剛我所提到的 在這個所謂的 比亞迪的概念股裡面 事實上康書也是其中之一 那辛勤也是其中之一 這兩個都是 那我們剛剛講 康書除了在這個所謂的 Tesla的電動車的這個 所謂電池模組這個概念以外 另外在雲跟端這個地方 我們曉得雲跟端兩樣 康書都包括在其中 所以從兩個條件之下 從中國在4G的LTE的 基地台要建設 大家曉得這個 之前的李克強先生說到 未來的這個所謂百造商機 這個所謂光牽入戶 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整個這個相關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線圖 看看這個康書的線圖 各位看到 這一段時間 大盤在創高的格局下 它並沒有創高 一直在做橫向的整理 但你可以看到 之前大盤做快速拉回的時候 它也是能夠維持一個低點 相對並沒有去跌幅很深 表示什麼 表示這樣的股票 在基本面條件 有稱的架構之下 它在第三第四季的營收 跟盈餘 甚至還有往上做成長的空間 所以相對來看 市場對它的這個 青睞度是存在的 所以我認為 像這個股票在最近期 可能就比較不會受到 大盤的這種相對漲跌的 條件影響 那另外注意到 它從7月中旬開始 到目前整理將近快兩個月的時間 各位看到沒有 之前過去一段整理之後 整理在噴一段 現在開始又再做一段整理 我認為如果在未來看到量 又開始爆到2萬張以上的時候 是向上的時候 表示它的攻擊量又開始的時候 就有機會去挑戰 54塊5毛以上的地方 這檔股票 這可以注意到 因為我們剛剛所說到 在這個下半年 基本上它是往上做成長 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一檔股票 這個是辛勤 基本上它是屬於這個 被動元件的主型 但是辛勤它所做的東西 是在做保護元件 這個保護元件是做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個所謂的溫度感測元件 它已經達到比亞迪的這個市場 供應鏈以外 注意到未來你在設什麼呢 電池模組 跟未來這個所謂的這個充電站裡面 它實際的這個汽車車用的這個散熱 相關的這個熱感測器的東西呢 對於辛勤來看 在這一塊呢 我們剛剛講到保護元件是非常重要 你不然用一用突然故障的時候 汽車就容易出問題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心情在這一塊 可以去做一個打入到其中 是有它未來成長的空間 那另外來看 它七月份的營收 創了兩年新高之外 本益比目前只有十點三倍 我們來看看 它在技術面的一個現行 各位看到沒有 這一波呢 從今年的六月份 五十五塊一毛 一路回檔下來到這個目前為止 還在做一個橫向打底的一個格局 雖然這一波 彈身的力道並不強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基本上你看看本益比 已經掉到十點三倍 我們這個最簡單的例子來看 如果剩下十倍的股票 本益比十倍的股票 它都沒有辦法在未來形成 轉強的條件之下 那麼試想看看 注意到它還有題材性 不是沒有題材性 後續還會再做 發酵的格局之下 這樣的股票 如果都不去做好好的表現 那大盤其實就要很小心 一些獲利不好的公司 後來的下售空間 可能就會大一點 是所以這個心情 我們看到這是 比亞迪的供應鏈 大家可以做參考 非常謝謝馬老師 那麼大概我們看到 這個是從電池的角度來挑 這個所謂電動車的概念 好那麼繼續呢 我們要請到是小郭老師 小郭老師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幫我們挑 我們要帶你看到 小郭老師來 請出來帶我們看 你挑的這個 應該是胎壓偵測器 還有其他的一些 相關的車用零組件 其實就從這邊 胎壓偵測器 那看這個TPMS 其實大家投資朋友 應該有注意的話 都知道其實美國 歐洲都有相繼的立法 其實以後是強制安裝 那更何況 其實倒車雷達也是一樣 從二零一六年 其實陸陸續續到二零一八年 都五月以後 都要強制的一個 一個相對於 鑽那個倒車雷達 那我們先稍微來 先看一下同志好了 三五二同志 同志其實就這邊 股價的話 其實就這邊 其實他這邊稍微有個打 一個底有沒有看到 這個底還算蠻漂亮的 那之前其實在一百 這之前有推薦過大家 那時候股價大概一百三 一百二一百三對不對 對 那其實他高點 曾經來到一三九 有啦 其實我們推薦的時候 他股價有上去 那時候我說過 剛好一句名言 我說這個股價 到他目標價一百三一百四 同志仍需努力 對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不過就這邊的打底 最主要是一個大盤的 有些個股都已經相繼的回答 所以他在這邊打底 我覺得還算正常 尤其畢竟他在這邊 其實通用的一個大概約十年的訂單 那已經就是擊敗德國一些 其實重要的一些產商 那其實我覺得他最主要在這邊的話 如果一個通用的倒車雷達 這十年訂單 如果他其實在持續的灌進 他營收的話 因為企業營收已經創新高了 我覺得他對他未來的股價 想像面是還蠻大的 那除了同志以外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車丸店 車丸店也是一樣 其實切入中國一個大陸車廠 它是OEM的供應點 最主要就是一個胎壓偵測器TPMS 那第三季的業績 有機會創那個海嘯以來 海嘯是那個 不是那個魚層器 那個海嘯 是那個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 2008年以來的那個 其實高點 那營收高點 那投資票你注意看一下 其實吃完店很好玩 他從去年到今年 我們再拉遠一點點 時間拉長一點 拉長一點點 你會發現他都故意盤整 盤整有沒有 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他一段時間以後 他就用噴出去的 我們這邊放大 都是這樣子 從20塊到這樣子 這邊可以放大 你看他這邊就漲 這樣漲是漲多少 其實大概都漲差不多兩倍 從上面漲上去都兩倍 所以投資票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那時候 就是很多股票 我那時候我還有一句名言 我說過很多股票 就像車丸店 一不買就看不到車尾燈 所以其實他這種股票 其實他 我覺得他之前這邊 因為他漲太多了 其實證交所貴買中心 有規定他就是要公布他業績 業績沒有想像中的好 可是你看 業績沒有想像中好 可是他這一波的打底 卻打得都比誰穩 所以我就就技術面來看的話 他後面有沒有持續力多 有時候我覺得股價會縮話 可以稍微注意 最近開始有一些 出一些量 可以值得投資 沒有注意觀察 這個車丸店跟同志 這些概念股 是好 謝謝小多老師 這個是這個 包括了胎壓偵測器 還有倒車雷達的大廠 那麼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如果再換一個角度 我們來從車丸組件的角度 我們就請一下培渝 培渝帶我們來推薦的這兩檔 也稍微解釋一下 他們做的是什麼 這大家不太認識 泰碩是做什麼的 這兩檔其實大家比較不認識 只是說我們在這邊 就是幫大家選 就是比較有潛力的一些個股 第一檔是3338的泰碩 那泰碩他是做什麼 他其實是做所謂的這個散熱模組 他跟日本的兩家廠商做合作 一個叫做這個松谷 一家叫做這個神谷商社 神鋼商社 那他合作了 去建造了一個所謂的這個 煤鋁合金的一個工廠 那這個煤鋁合金呢 他非常特別 我們都聽到說像可乘 可乘是煤鋁合金 那這個煤鋁合金呢 比煤鋁合金更輕50% 所以他是更高級的合金材 所以他會用在什麼 用在所謂的這個notebook上面 他已經要這個NEC 已經要跟他做一個下單動作 另外呢 這個東西還可以用在哪裡 車用的這個零組件上面 而且是高端的 這個從10月開始 就要做一個這個量產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也切入到車用 對 車用的部分 因為我們高檔車嘛 他用比較好的一個零件 那他就是切入到這一塊 那我們看技術線型的話 投資朋友就會更加清楚 如果下面放所謂的這個融資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泰碩 其實在橫盤整理很久之後呢 這邊曾經出過一個這個量 這個是融資量嘛 這邊有鎖單的一個現象 所以橫盤整理之後 這邊又出了一個大量 又是一個融資大量 是不是兩次的一個鎖單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線型 打得非常完整的狀況下 10月他就會有利多做一個產生動作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股價會開始預先做一個發動動作 投資朋友可以特別注意 這是第一個泰碩 第二個呢是在這個F立凱 F立凱這個大家可能也沒聽過 這家公司如果講他的這個母公司 大家都比較清楚 他們的公司是潤泰集團 他是潤泰集團的子公司 他也是全台灣最大的電動巴士的製造商 電動巴士 全台灣的電動巴士幾乎都是他做的 那他現在呢是攜手西門子 這是德國大廠 夠大了 另外一個是Sony 我們知道說特斯拉跟這個松下 他合作做這個電池嘛 那立凱呢是跟Sony一起合作電池 那跟這個西門子去拿所謂的馬達 去做所謂的這個電動工程 要切入大陸的市場 我們看相關的線型 投資朋友就會更加清楚 這個F立凱一樣 之前也是這個跌過一波 因為之前的營收比較不好 但是呢目前為止 他已經要切到中國大陸 甚至說台灣也有一些這個政策 未來十年要製造一萬輛的電動公車 這個幾乎都是立凱可以做一個全包的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在接下來的業績 如果持續看望的一個狀況下 這邊又組出了一個短底的這個狀況 F立凱未來的這個商機應該是非常大的 對好這個來我們這個培余先請留步 這個是泰碩跟立凱 不過呢繼續我們換一個主題 還要繼續請教一下培余的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平蓋股 這個蘋果最近的表現 其實你看他的股價一路的往上 就算是他這個股票分割了之後 他還是創下了新高 還原全值的新高 還原全值的新高 然後接下來又有很多的好消息 你看什麼大螢幕戰場 這個很多人都在等這個變大的iPhone 四點七五點五的 有沒有可能變電子錢包NFC 另外還有什麼強工企業客戶 還有這個庫克慢慢的讓大家對他印象好一點 是不是有點找回賈波斯式的魅力 還有呢我們看到了很多這個APP的開發工程師 其實他們都比較喜歡開發這個iOS的 對因為賺的比較多 對賺的比較多 對所以呢這個蘋果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幾個什麼這個題材裡面 其實非常重要的題材就是NFC 是 NFC就是電子錢包嘛 那如果說一旦蘋果使用了NFC 幾乎所有的手機都要用NFC 因為它是領導廠商 所以NFC相當相關的這個廠商 當然美國就是N智浦 它是最大的NFC晶片的製造商 而我講的這兩檔個股呢 都是跟N智浦有關的 第一檔新權 它是N智浦NFC的測試訂單 它是它獨家拿到的 所以我們看基礎線型投資本就更清楚了 雖然新權從這個五月份 它就一直做一個盤整動作 但是如果你下面如果放外資跟這個投信 你就會發現外資最近是持續做一個買超動作 而且之前就在買 那為什麼股價漲不動 因為投信在賣 對因為投信在賣 但是呢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新權最近投信也回來買 外資也在買 當它八月份營收 九月份營收 開始要任列所謂NFC相關的這個訂單的時候 它有可能就因為營收的一個利多關係 有可能突破這樣子的一個盤整區 向上做一個前波突破的一個動作 這是在新權 我在補充培余的說法 我認同他講這東西 但是NFC有沒有可能 是有可能 因為它上一代5S 5C 最重要的賣點是什麼 指紋辨識 如果指紋辨識跟NFC這樣子搭配的話 它就不會有什麼安全性的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而且上一次其實5S 5C 展最多什麼 日月光 所以你不要覺得做封測沒什麼 所以如果真的是N智浦 如果做晶片的話 新權做它的封專測試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也是有相關的受惠股 是 所以我們兩個老師都背書了 另外一檔是易登 易登他是這個N智浦NFC 在大中華地區的晶片代理商 所以只要是N智浦的晶片賣越多 它賺越多 它是代理商 對 它是代理商 對 它要抽 所以我們看到股價 之前大家就已經知道說 其實易登就是 其實從低點說 對 其實已經漲過一倍了 漲一倍 對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八月份營收 七月份營收 因為庫存調整的關係 稍微有一點往下掉 所以股價也有開始稍微往下掉一點點 但是如果說大家都要用這個 恩智浦的這個NFC的這個相關晶片的話 八月份九月份都要開始做一個大拉戶的動作 我們相信這個易登在八月份九月份營收應該會有一個暴衝的一個狀況 而且它的這個營收已經比去年同期大概成長百分之六十以上 所以接下來如果說易登它的營收爆充 這個獲利的部分也可以持續做一個增長動作 不排除還是有挑戰前高的一個可能性 是 好 非常謝謝裴瑜 裴瑜但我們看到了這個是在蘋果 而且特別挑出來的是NFC的概念股 這個部分我們小郭老師也幫大家做了補充 我們大家做參考 好 我們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回來我們要帶大家從營收的角度來挑 到底有哪一些是接下來的潛力股 我們馬上回來